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给大家介绍如何辨别明代成化时期的青花奎隆门晚的真伪。 我在所有的鉴定瓷器真伪的视频中都和大家介绍了瓷器鉴定真伪的五个大的方面,第一就是气形。 气形目前在仿骨瓷叶中除了是为了让徒弟练手的和依造品之外,基本上问题都不是太大,而这件仿品的问题是出现在这碗的口颜上,这只碗的形质应该是撇口,生殖壁,圈足,而仿品虽然是撇口,但是不是生殖壁,它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弧度。 有人会说啊,在制作当中不会这么严格吧,这就说明他们对育尔厂生产的不了解。 从永乐时期开始到征得年间,育尔厂的生产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必须要按照形制来进行制作,因此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出现不合格的,一律会打碎的。 从育尔厂遗址出走的标本就可以说明。 第二,我们再来看太用。 这件仿品的用,可以说算仿的比较好的,但是预质感无法达到成化时期的水平,还是不太淫润。 第三呢,咱们就是要看氢化的发色。 成化时期的平等氢发色淡雅,但是仿品因为不是使用的平等氢,因而它的发色无法达到成化时期的水平。 虽然不少人在给自己的房品找借口,以所谓的摇温啦,烧生气氛啦,以及气压,或者是摇味来找借口,但是清花达不到都陶关的要求是不能送到皇宫里的,因此呢,像这样的所谓的发色呢,一定会是被打碎的。 第四,文式布局以及绘画上,那么大家通过对比就可以看出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成化时期的这个文式布局是非常舒朗的,而这个房品的这个文式布局呢,过于紧密了,画色添足的感觉非常明显。 第五点呢,就是要看圈足,房品的圈足所裸露的胎骨来看,房品的这个胎骨呢,太细腻了,而款质的书写上,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但是写的这个缺乏力度,大家对比真品,就可以看出来端倪。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戴北话收藏这个节目,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